女人染上眉毒却怀上孩子 她随意脱下裤子做产检 静一脚将衣物踢到一旁 下一刻 整个诊室都有一阵恶丑 护士强忍着没当场呕吐 女人却自觉躺上病床 可护士却提醒她 要先起来做一次尿解 可女人却不愿意起来 躺在床上是真的舒服 她让护士优先检查身体 无奈之下 护士只好拿来被子 盖在了女人隆起的肚子上 紧接着戴上医护手套 她强忍着心中的不适 伸手探入帮女人检查 可下一秒 她竟摸到多个鸡蛋大的肿怀 这让她惊恐万分 她忍不住问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女人却一脸淡定 这只是没毒病病而已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护士低头一看 她彻底傻眼了 眼前的一幕真的不堪入目 刚入治不久的她 第一次见这种病例 吓得她连忙扔掉手套 并缓缓退出病房 还表示让资深护士过来帮她检查 洗手槽旁边 安妮用酒精不停清洗着双手 生怕会染上梅毒 就在这时 一个老护士走了过来 她刚给女人检查完身体 并表示对方虽然患上梅毒 可不会通过接触传播 让安妮放心 但婴儿百分百会感染梅毒 最终活下来的几率极低 然而安妮不明白的是 为何那女人不洁身自爱 害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可她根本不知道 女人的一生有多凄惨 她18岁父母双亡 为了能生活下去 嫁给了一个老男人 为对方生了两段儿子 可对方却总是在外面 沾花惹草 竟在她第三次怀孕之后 惹上梅毒传给了她 这让女人暴怒不已 竟然挺着大肚子 当街和第三者互撕起来 却被对方按在地上不停摩擦 好在警察赶来制止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可正因为这件事 她丈夫没脸在这里待下去 竟抛下她和两个儿子 带着家里所有钱逃跑了 而她并没有放弃希望 每天努力赚钱养家之外 还定期到医院做产检 希望能保住腹中的胎儿 可就在这天 安妮提着医药箱上 却看见女人躺在沙发上 看着对方瘪下去的肚子 安妮这才知道 女人竟意外流产 虽然流产后身体虚弱 但她还是强撑着站起来 要给安妮倒上一杯茶水 她很感谢这个小故事 知道自己很脏 竟拿出珍藏已久的新杯子 安妮推脱不了 刚准备坐下来 可女人却自嘲地提醒 自己就是在沙发上流产 还没来得及清洗干净 安妮顿时无比肝旦 可女人却突然问道 是不是觉得我是不干净的当务 可安妮的一句话 却让女人觉得无比温暖